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要炒期货的时间 今天是一个录播的环节 因为我们永渡去了旅行,当然贵他 观众都说他上岸了,他旅行就不做直播 今天来个很快速的更新,不跟大家说太多了 先来恒指,再一次说这个大架构 我发觉一说太大的架构很多时候大家都无心理会 但事实上它真的是一个围着这件事的大架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其实没什么很大的方向出现的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如果你再印象,很早期在这些位置 在这些位置说到最好这些位置要拉上去 因为这是最后的通跌位,这些位置要上去 还有机会打一段所谓上升的趋势触发 这些破顶就清楚后整件事就会很顺 但当时在它低过一个幅度的时候 我已经说到,其实和大家平时的判断一样 当它低过那个幅度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肯定它并不能够触发一个趋势出来 所以它在大局上始终都变成大型的超级横行 其实就是15000到22000多 其实是7000点这个 range中间 它是一个很大的横行来的周线图 那横行是怎样的呢? 就是顶顶底的走来走去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但是上一集也有说过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下 就好像不用炒了 买在整段时间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炒价都会抽一些 小一点的time frame等等的位置的时候 一样找一些直播率高的位置 一样几百点几百点或者一千点内都会照做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位置看到就自然是这样的area 上之前的一些顶部 顶着它穿回来 这样一直一格一格的 通常我们开的时候只要开一些四小时图 一小时图这些东西 你一样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去做一些操作的 这个是图表或者我们炒的时候 永远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做到 最多有时候你fine tune一些位置而已 譬如这里 上一次讲的时候讲到一定要留意这一格 其实你开上次直播的图就有这条线了 上次讲过这个位置很刺激 可以吗?我们再开一下 上次是这些来的 星期二 有直播唯一的好处就是 有时候能够严证了一些东西 那你就会看到 上次的时候讲到 你留意到 应该上次四小图 一小时 应该这些位置 一样而已 一小时 讲到这个很清楚 有一个小型的震荡 但是下方这个位置 是一个最近期的 它才是这样打下来 第一个是这里 你如果穿了这里之后 下面就要挑战下面的中间 自己刺激 当时应该大概就打出这些线 讲到突破口 可能这样震两阵 然后就车进来 到这里再讲了 到这里之后 其实已经很难再判断了 因为这里刺激 刺激到这里而已 再低一点 其实就是bonus的概念 但是你做仓的时候 最底部到这些位置已经很足够 应该当时的直播 都画出类似的判断 如果你可以回来看 你会看到 其实穿这个位置 其实是特别快的 然后再穿多一格 再加多一格 这个横行一比一 也是直接到达下面 也是之前这些带位 这些东西的中途等等 所以它其实是一格 一格下来的 你开上一次的直播共鸣 去看 就会了解这件事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短炒 你一定要知道最近期的关键位 在哪里 不然你就不知道怎么炒 不如你今天理解 这个之前画的底部 一样是会减下这个位置 所以当它换回这些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看它是它撑住 还是它突破 即使它突破也好 它就可以很吊诡 因为这次这个案例来说 它刚好自己这个范围 都可以触发一格横行 这些东西都可以是一格横行 你看到那些 就是那些石的画下 你看到那些位置 那些量度的距离 全部都是塌塌陷的 所以这一刻来计 就没什么空间给你做 所以一样 其实现在进入所谓投机炒卖之年 上一集也说了很多的环球市况 都在震荡里面 你可以想像是主要是因为美元 而且因为美国大选快到 大家在之前里面 都不会有太多的 就是这个背景底下 令到很多资产 都不会有太多的资金去移动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震来震去震来震去 你看到黄金也好 美金也好 行资也好 一些美国的指数也好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个震荡的区域里面 它不会默然的 突然开个边理你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 正如之前所说的 就是短打为王 有些即市的操作 一样可以炒到的时候 就打即市的就算数了 打完之后 最多推仓 放一放会不会还有一段让你跑 但是以风险防守为重 接着就即市打短打 然后你是一些 就是欧美盘 什么欧美黄金 又多收拾你几下 一个星期其实都很足够的交易频率 当然这个前例是你要了解 就是所谓赚α钱是怎样赚 就是交易系统是怎样运行 你自己的交易系统是怎样运作 这些一定要建立好的 所以你计算完所有的时间 其实就是蹋蹋行 你还有欣赏 金开出来的时候 都说了 因为未来的经济会很文化的 那时候还没出现 你要连定工 连定工之后 连些就不怕了 有技能 一生有技能就赚钱了 那时候已经不断地说这些说话了 所以一脈相承地 一直走下去 就是这样 OK 所以一个小小的wrap up 暂时恒指来计 你最近的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在这里 173几 之前刚刚的突破区 就要下跌下来 证据给你看 这里是这样的 上面的时候 大概是这些 所以你一格格一格格 现在来说 你fine tune一下 就在下面 OK 这些固域 其实是一样的 我自己最主要是这样留 反正有针在这里 这样拉 OK 所以现在在这一刻 中来计算是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的 OK 你这个也是 这个小小的上行震荡 突破下来 然后很快就急冲崩上了 所以其实整件事 我觉得大范围的wrap up 你要先看这里 就算收穿上面的时候 你也要留意它的momentum 究竟是延续向上的 延续向下 OK 即是一旦如果它架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留意它的momentum 究竟是想突破向上 然后踏踏踏向上再挑战 那上面一刺 也有200点很空的给你射的 但如果不是它是侧着上 没有那种突破型踏的话 它很容易在这里震着走 或者甚至下来都可以的 所以太多潜在的可能性了 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的 现在是很震荡的 所以你即使用一些短线的方式去做超换的时候 你就一样可以操作得到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就宁愿你等 OK 如果一般 就是很散户 完全是 认质太低 真的宁愿不要动 就比较好的 OK 大方向上来说 超级大方向 就是这个大型的震荡 而我认为因为相对较便宜 所以我都会想如果有机会 就是偏向底 我都会宁愿在偏向底里埋上去 大方向而言 OK 但是你也要配合一些中极的格格里面 合理的操作才好 简单来说就是它有底卖的时候 你也要试 有底卖的时候也要试 有些废话 但是当底被你捞到东西上去的时候 我会倾向地 OK 放多些给它试是有没有空间可以打到上去 但是那天我顶打下来的那些 我就相对地会保守一点 就是多位我就会吃多些 或者全食 我通常会倾向这样做 现在的操作手腕 我都会这样的 除非这些大位完全破坏了 那我才会连 可能在上面做下去的那些我都会放 但是现在来说在上面做下来的东西 我都会吃 不会这样放风筝的形式去坐 但是下面做上去的那些 我相对就会敢坐一些 OK 就是事有没有博度一段 因为它事实上空间上是这样发挥 希望你明白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中小的焦点 你都会兼顾到的 最灵活来说 现在的就更加需要 而且你善用得到那些 大小的摊氛的转换 以及在细图里做操作一定会比较好的 现在这个时段 OK 直接它穿了 穿了一些大位 就会刺激一些 那你就容易一些 去玩 OK 好好的关注 这些位置其实就算这里 等着现在也好 下面这里有一格 OK 但是如果这里穿了就清楚一点 如果下面这格穿了 下面就只能够在这里 就算你最近看一支针仍然有空间 所以如果这些169 169 整个169是穿爆开了 其实你下面就有很多空间做的 但是现在这些位置 它在这些回调节点里面就会比较麻烦的 你一定要了解得到 黄金 非常清晰 已经不需要怎样原点了 根本都打了一个横行给你看 是不是 也都是 之前也预判着 所以这里当时突破这一块大一点的横行的时候 你一定要优先尝试 你尝试后 你上面也有个顶子 给你吃的 或者给你走的 就是你怎么也不会说 不需要忌諱它 它不会有什么特别 之前有波方好像收窄 之前不上来 其实黄金到现在 都没有开过任何边 也等于重复之前的论条 就是继续震荡 所以你看得到 其实我一早判震荡的时候 它就只是等它的震荡跑出来给我 然后证明那个震荡真的是走震荡 所以现在就更加清晰 现在就个人都看到它是震荡 因为很明显已经是一个Range 所以在Range里玩 你要留意那个细节 就是你可以找一些中途的大位 然后在即使里面做操作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了解那些方法 例如是配合一些 偶尾盘的momentum 在什么关键的时间 怎么刺入 你不懂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只能够 尽量看论图 不如打开才搞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因为现在就在中间 那你在突破上面 等加突破突破就差 等下面的加突破突破就差 用回那些方法去想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懂得操作的 不要记得一些势图上面 配合交易所时间等等 它去走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去捕捉到一些短期 但是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就是看你明不明了 你明明炒东西就转小了 你只试短一点而已 所以其实一样可以做到相对应的风险回报比 我再看一看美金大家就明白了 其实主要美金就是一样在这个环区里面 超级大震荡 之前说过这个突破后就抵回来 但现在这里它顶住了 出不了 所以其实一个超级大环行就在这里 是一个很大的线 所以也是一个大线 它就走到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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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什么时候开边 或者不然就继续顶底游走 但是记得这个位置一旦在海边的时候 那个威力会很大 因为它已经震了很久了 它由二三年的年头 震到现在二四年都准备年尾了 所以如果它在二五年的年头 就震了两年了 所以这些范围 譬如美金向下跌穿了的时候 而它确认在下面 它去下的空间起码到九十多元 就会很远的了 市场一定会有很大的动荡 OK 像那时候这里上来 就像大动荡一样 所以一定会配合这个资产去走 暂时在这个范围里面 譬如现在的 它始终在底部上来 那你就跟着一些方向 去做一些尝试 或者你看看相对值盘资产 也没有这些机会 有些空间给你去做 但是如果它突破了向下 暂时没那么容易 我认为一定在美国大选前后 你才会动手的 很正常的 你是资本 你都要等那些方向清晰了 你才会动手的 你不会慢慢赢得到的 如果真正的资本的路线来说 只会跟着一些合理的方向 然后计好直播 然后再动手 然后就比赛 刚才说了黄金又震荡 恒指又震荡 很多东西其实都没那么大领位 但其实我私心想 你操作到就操作到 我认为纽西兰币现在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之前有个很大型的横行在这里 这个阶段是超级明显的 当时 如果它跌了上去 然后突破失败 然后回回来 其实收回到这个阶段 当然这个位置里面 它依然也有一些关键东西是顶着的 你心水清理评 我不讲解太多了 但总之利息操作 现在就是一个关键位 如果它跌 它一跌破关键的东西的时候 起码都会回到中间的 整个空间就变得很阔 日线图有这么阔 你细图就有很多位 但如果不是 它顶得确实 这样的时候 起码都会有上面的空间给你玩 它上面的空间的时候 如果走的时候 就可能是上行震荡 或者走上震荡 顶来顶去 最理想的是收回来 就多些空间给你做 但起码它现在有关键位置 而且它是清晰的 它没有那么多 上有得、内有得的原点 它就是现在站在关键位置 究竟这个关键位置 它决定的是顶得确实 还是要回下去 整件事就很清楚的 这些清楚的 价格、清楚的空间 就是我们要去 博的资产来的 因为你会打得很顺 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原点 现在恒指其实是很多线的 就是很多走向都可以的 它真的太震荡了 你这一段 刚才周线号级别的 有一个大型的震荡 OK 日线号来计的话 这里也是一块震荡 这些地方 它没有momentum介入的 完全升跌都没有 就是一个这样的范围 那么你变成这样 你会很难拿到方向 因为方向就是没有方向 OK 你明白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没有方向其实是一个方向 告诉你就是现在没有方向 那就是一个方向 OK 就是永远都不能升和跌两个方向 它是有没有方向的 现在恒指其实就是储无方向 所以它升和跌都好像炸炸 又不会太大力 在一个范围里真是真去的 你能够唯一 还可以拿到一些所谓的方向 就是在即使的小时间里面 只有200多点波幅 它都会有一段momentum的嘛 那你即使来计 你可能拿30几点 你博几百几点 其实都是一个方向 你要懂得操作这件事 你才可以玩到 如果不然就宁愿玩一些 清晰一点空间大一点的图 我自己认为 这么多款这些金融汇来计 楼山人币算是这样的 石油也是 石油也是 OK 石油也是 你们看得明白 其实它有很大的范围 但是它之前也有些突破位置发生了 所以相对地 都可以接受了 它清晰就是它还没开哪里 但是它的位置清 它就不会令到你那么多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几个都比较好 其余的时候 都是考考你 投机刹刀之年有的技术 就是你在一个交易系统的运作下 你有多纯熟呢 你配合一些即使短打等等的东西 可不可以维持到相对的动作呢 如果就算不行 就先避开它 你宁愿减少你的损害 你不要乱玩 就比你强硬都要赚钱 你一明白这个道理 你很多时候整个整体的表现 你一个月结 贵结年结 你都看到有很大的效用 最后总结的一个web up 就是其实要成绩提升 有一个好法的方法 就是减少无畏的动作 以保护自己为善 你会发觉你将所有的焦点 和念头摆在这里的时候 你慢慢上 你违回开一个月 一季一年 你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 一定是好过你 因为整个脑子都想着 我今天要赚多少赚多少 冲冲冲冲冲冲冲 那些的念头差很远 减少无畏的交易 以保护自己为先 这样你就会令到整件事 那个效率是拉高了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有钱人一生里面平均有三次机会 令到自己的身家暴涨 把握这次机会 可能你都可以立即做到财务自由 我曾经负借80万 到现在拥有超过一亿资产 就是透过预判牛熊市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 只要把握一个经济周期 你都能够做到20%增长 以后被动收入 足够令你生活无忧 想不知道下次牛市鲜花 几时部署 现在免费分享会 我会将我预判牛熊市的绝技 传售给你 让你在任何市况 都能够可以赚到钱 投资不是大学专利 上堂见你 我们这天赢在美股2.0 即将会正式launch 除了我 Jacky之外 亦都我找了很久一位朋友 亦都投资了美股非常多年 他有17年投行的经验 除此之外 还有CFA certify的美股专家 希望随着有我的美股看法 亦都拥有一些不同的perspective 亦都有不同的strategies 想跟大家分享 9月10号 全新这个时段 赢在美股 将会在我们美股开市时段 香港时间是晚上10点 北美时间10点之后 和大家分享 记得大家紧贴着 我要做富翁的channel 和营在美股2.0即将推出 记得大家到时收睇 作的 马上就在 script部分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监視好我们 中文字幕 Nini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